选举倒数11天了 今天也是桃园市场候选人的公办证件发表会的第一场 那么四位候选人通通到齐会发表他们的证件 那么待会的证件攻防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到是在桃园市场候选人的民调部分 根据网络温度计目前最近的调查 张善政达到是46.2% 郑运鹏39.5% 郑宝欣是7.6% 赖项林是6.6% 那么在今天四位的攻防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是在这个郑宝欣 郑宝欣他喊什么 先前不是讲吗 说有消息传出 说台积电要到桃园来设厂 那郑运鹏不是讲话了吗 他说当时也协助了现任的市长 筹备了很多在龙潭设厂等等 所以欢迎你们来 那郑运鹏实际要讲话了 到现在为止也还没听到台积电证实 说要到桃园龙潭设厂 而且一奈米怎么做都还不知道呢 现在呢 郑运鹏就提前说要来拿台积电来骗选票 他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那么赖湘林要怎么讲呢 他说他呼吁郑一鹏 你不要打着口号 说你要当郑文灿2.0 那张善政讲什么呢 他告诉大家 他其实这一路选来 他也很感谢先前很多的桃园县市首长 打下的基础 让桃园市现在可以这么的进步 所以他告诉大家的是 告诉桃园市的许民说 再次的换党执政 城市的进步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那这也被翻过来 那么先前就有人翻到了 郑运鹏你真的是很双标 怎么样一个双标法呢 因为就在5号的时候 桃园铁路地下化的平正站 正式要来开工了 那么铁路地下化对桃园市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程 但是就有人翻出了 在2017年的时候 郑运鹏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就讲了 他说台湾轨道 不要一直想做最贵的地下化 他受过了百年建设 这样莫名其妙的理由 所以这篇文章被翻出来之后 人家就 哦 郑运鹏 你就是阻挡桃园铁路地下化的凶手 就是你嘛 那你现在说你要支持 那你不是双标吗 政客上告诉大家 你这是有史以来 最双标的政客 那郑运鹏针对这件事情 他要有所解释 他说他讲的是轨道 他讲的是轻轨 他讲的并不是铁路地下化 所以他请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同时他也开始反击了 之前的对手 那么对于赖上林来讲 他说赖上林你是自询 你是劳工立委 但是面对你的同党同志 高宏安 你去科克你的国会议员 你有发声吗 没有 那面对你的这个党主席 柯文哲停出来的 社宅居然月租费 要到四万块这么贵 那还叫社宅吗 这部分你有讲话吗 你好像也没有讲话 所以今天在这个攻防站的部分 社宅也成为了四个人的讨论焦点 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一个发表会现场 在社会住宅上 目前第一个阶段 我们会努力的 如期如值的完成这1.5万户的新建 未来我们也会配合 捷运站的一个开发 保留土地 保留我们都市计划 跟都市重化上面的一个需求 我们会提供更多的社会住宅 如果你看一下全台湾 刚刚说从南到北 所有县市社会住宅的新建进度 没有一个县市超过五成 如果把已经开工 还没有完工的算进去 桃园现在大概不到五千户 执行率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 所以还有一万户的落差 大家说 郑文燦市长八年做不到五千户 你将来如何完成一万户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策略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看过去这些县市 在新建大型的社会住宅 碰到了问题 因为它一开始就把规模 设定在一个相当的门槛以上 所以找地就不容易 第一个大原则 分散市 我们不要集中在某些都会区里面 干一种非常非常大量的社会住宅 分散市 用地取得相对容易 桃园确实也担负了一定的量体 但是在郑市长八年任内 到现在大概完成两千多户 离它的一万五千户还非常的远 所以我也不确定 刚刚我们郑运鹏委员讲 它的未来要完成1.5万户的总数 还有八千多户要如何去完成 铁路地下化 林浅问我说 地下一千利高价四百亿 都六百亿钱哪里来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林浅 怎么样创造财富 这个就是大家口口声声讲的百年建设 但是我们郑印本反对百年建设 就郑印本就到处说 高价是他争取的 非常好笑 进口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 微酸性电解磁力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Go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